在长沙开LiveHOW是为了更快的接触到这座年轻态的城市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一代 来长沙之后被座座城市的活力深深吸引 凌晨三点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就会觉得很吵 LiveHOW是2019年正式营业的 位置还不错 跟香港相比租金很友好 顺利度过疫情之后不用我操心太多 闲暇时我喜欢在长沙街头巷尾寻找机会 发现香港高档海味干货很有市场 我成立贸易公司 将香港的鲍鱼 海参啊 燕窝等干货 和中药汤包直接引进湖南 在长沙最高的摩天大楼对面 有一条格外吸引人的老街 现代高耸的大楼 与低矮的古街巷 形成强烈对比 几个月前我拿到了这条街上长沙剧院的十年租约 这是长沙唯一一个保留原子历史最长的老剧院 未来这里会有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 看我在长沙做的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说跨度很大 但其实只要你人在长沙 你就会感受到有机遇才有无限的可能 包括像长沙市内地港人联育会的这些组织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包括给了我很多的资源 更大的平台 让我在长沙更好的发展 如今我的家人都生活在湖南 93岁的外公在长沙养老 我早已适应湖南香港两地跑的生活 我也经常跟香港的年轻人交流 也希望通过我的经历来带动香港的年轻人来到内地发展 我是于俊豪 我在湖南非常好